生老病死 悲欢离合 幸福的 悲惨的 成功的 潦倒的 人生的种种经历 无一不再启发我们觉悟 人生 就是一个边走边悟的过程 但 我们常常会为了生存 活得忙乱不堪 而无暇去领会和珍惜 或许 在很多人眼里 尘世间最好的时光 就是回不去的时光 最好的地方 就是没去过的地方 却忽略了 我们最该珍惜的 是自己当下拥有的美好 或许 曾经的你 对佛法 对人生 对当下 对未来 都有一些迷茫和困惑 会有一些不安和犹豫 但当你读完了这本书 你会发现 原来世界如此辽阔 人生如此无常 而我们 如此渺小 一本次地花开 花开见佛 悟到人生 人怕冷 心怕疼 情怕淡 人走霉运 处于人生低谷时 记住这两句话 一切都会好起来 第一句话 别向他人输出负面情绪 学会自己扛起一切 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首先考虑的都是自己 这不是冷漠 而是人性 在你人走霉运 处于人生低谷时 如果你选择向他人输出负面情绪 那么 跟你关系一般的人 不会因为你的处境有多么悲惨 也不会因为你的诉苦 就会对你有所怜悯 就算有所怜悯 顶多也就是几句不痛不痒的安慰 不会无常地出手相助 更有甚者 会落井下石 在你摔倒时踩你一脚 或幸灾乐祸 偷偷在一旁看你的玩笑 至于跟你关系好的人 一开始或许会关心你 甚至无常地帮助你 但如果听多了你的抱怨 也会感到厌烦 毕竟 负面情绪是会传染的 向他人倾诉太多 也会让他人情绪不好 因此 当你处在低谷时 千万不要向他人输出负面情绪 这个时候真正高逆伤 内心强大的做法 是把嘴壁上 选择自己扛起一切 埋头苦干 顽强地熬过低谷期 一切自然都会好起来的 第二句话 一切杀不死你的 只会让你变得更强大 当暴风雨结束的那一刻 你无法想象自己之前是如何存活下来的 你甚至无法意识到那狂风暴雨已经结束 但你一定会明白 扛过这一切的你 以非暴风雨来临之前的你 你已经变得更加强大 当你人走霉运 处于人生低谷时 一定要记住大哲学家尼采的一句名言 但凡杀不死你的 都会让你更强大 因为无论遭遇怎样的霉运 陷入怎样的低谷 只要人还在 心不死 这个过程中的磨难和痛苦 都只会是你不断前进 获取成功的动力 若能一切随它去 便是世间自在人 每个人都有它自身的缘法 该经历的 该遇到的 都是注定的因缘 真正属于你的东西 跑不了 不属于你的 再强求也不可得 世人不信因与果 因果何曾饶过谁 行善如春圆之草 不见其长 日有所增 作恶如磨刀之石 不见其损 日有所亏 生活何尝不是一边失去 一边拥有 人生更像是一场充满苦难的修行 实属不易 想要通透过好此生 就得好好修炼自我 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 淡定从容地面对各种困难险阻 笑对人生 问题若有办法解决 就不必担心 若没办法解决 担心也没有用 这是西阿荣博 堪布心灵随笔 次第花开的一句话 深受感染 也缓解了我们的焦虑 快乐的秘密 是学会接受人生的缺憾 接纳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 其实 就是我们常说的知足常乐 生活总是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种种不如意的事情 然而 快乐的秘密并不在于拥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生活 而在于我们对生活中的缺憾有何种态度 接纳人生的不完美 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正是我们能够找到快乐的关键 首先 接纳人生的缺憾是一种智慧 生活从不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总是充满了意外和变故 当我们能够接受这一现实 不再抗拒或执着于改变无法改变的事情时 我们会变得更加灵活和坚韧 我们学会了从挫折和失败中学习 从困难中成长 而这正是我们成为更好版本的自己所需的 其次 接纳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是一种自爱的表现 我们常常在追求完美中感到压力 希望自己拥有完美的外表 完美的事业 完美的关系等等 然而 这种追求完美的压力 往往会让我们感到不满足和焦虑 当我们学会接纳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我们开始对自己更加宽容和友善 我们明白自己并不需要完美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 这是人之常情 这种自爱和自我接纳 让我们更容易感到快乐 因为我们不再把快乐与完美相连接 而是将其与接纳和爱自己相联系 知足常乐也意味着珍惜当下 我们常常追逐未来的梦想和目标 忽略了当下的美好 当我们学会接纳当下的生活状况 无论是好是坏 我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当下的幸福 快乐并不总是在将来某个完美的时刻才会到来 它可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找到 只要我们愿意去发现和体会 此外 接纳人生的缺憾 让我们更能感受到共鸣和同情 当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困难和挫折 我们更能理解他人的痛苦和挑战 这种共鸣和同情可以让我们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 并让我们更有共同感的生活更快乐 最后 知足常乐也是一种心态的转变 当我们学会接纳人生的缺憾 我们将焦点转移到我们拥有的 而不是我们缺少的 这种感恩的心态可以让我们更快乐 因为我们专注于感激和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总是追求更多 总之 快乐的秘密不在于拥有完美的生活 而在于我们对生活的态度 当我们学会接纳人生的缺憾 接纳一个不那么完美的自己 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快乐 知足常乐不仅让我们更富有智慧 更自爱 还让我们更能享受当下 建立更深刻的人际关系 并培养一种感恩的心态 这就是快乐的秘密 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真理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和幸福 想要快乐就要学会控制负面情绪 同时习惯接受无常 让自己的心放松下来 不刻意地去追求任何的结果 只是让自己定住在当下的这一刻